大家都知道東風快是整個三層各區一條重要的生命救援線 921的時候因為主要道路它本身崩壞掉 使得救援的行動受到了影響 也因此這二三十年來 我們當地的民眾最希望的就是東風快能夠蓋起來 我們有另外一條快速安全的連外道路 胡市長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蓋了 蓋了第五標第四標 但是換了市長以後就不蓋了 那因此成為斷橋成為全台灣最奇怪的一個景觀 哪有那麼大那麼大座橋 一條連外快速道路可以懸在那個地方變成一座斷橋 也是山城之址 也因此我上任以後我跟江啟成委員 跟求醫委員 市府團隊以及所有的台中市議會 以及所有的鄉親大家一起打拼 一定要把這條路復工 有的政黨看到建設不是他做的 不喜歡他就把它砍掉 那這個福利他覺得他要把錢拿去用別的 所以把老人健保的預算也砍掉 但是也因此要跟各位長輩報告 誰當市長不一樣 盧市長在批評的可能是他自己的國民黨 大家知道過去的敬老愛心卡是非常好用的 老人家用得很快樂 他上任之後就把敬老愛心卡的預算 大幅的縮緊 讓敬老愛心卡 計程車只能50塊 現在85塊 這個都是喊老人家的預算 喊台中市的條例 自己沒有能力 自己跟中央對抗 自己喊了老人家的預算 自己沒有辦法做到營養午餐 免費 這些菜啟商都做得到 所以 盧市長今天可能 有感和發 痛低國民黨 痛低市場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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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